快篩使命志上路后 药局常常出现排队人龙 但这里不一样 门可罗雀 抱怨怎么买都买不到 住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居民 想要买到快篩使记 真的难如登天了 他们必须先开车两个小时 到达山区唯一的一间药局 还得再花三个小时排队 整趟路程真正花了五个钟头 却还是经常扑空 不晓得政府以后也没有那个 就不行 看那个政府机构有没有 可以多有一个地方协助他们这样 快篩使记功不应酬 桃园市卫生局表示 下周到货情况稳定的话 会优先规划给偏乡加倍供应 不让山区居民再扑空 怀疑新闻沉明月宋军 一张亚足台北桃园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一张亚足台北桃园报导 一张亚足台北桃园报导 第二个人会有请订阅 一张亚足台北桃园报导